就是像这样 我们刚刚总共会有七个影片 那做完之后它会自动放下来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然后如果要看哪一个的话 像那个我们这是第九次上课 然后里面的话点一下 按一下送出 这个时候就跳这一个 然后上一页 这一个又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它可以切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另外一个页面 其实你也可以在下方显示 只是说你要呼叫的时候要呼叫自己 要把自己丢进来 然后放到 就是把那个参数放进来 也就同一页切换 我们现在是切到另外一页 但其实也可以切在同一页 只是说这个要怎么做 后面会再讲到 那其实我们会讲 这个不管是用哪一种技术 其实原理原则我觉得都差不多 只是背后那个你可能要熟悉一下 不同技术有不同的做法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清单就做 而且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固定的 如果说我将来 这个清单里面有更新的话 它也会跟你更新 也就是它是活的 然后里面的原始 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没有换好 所以它变成就长这样 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中间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段 第二段是 这个是负荷圈跑出来的 这个是最后切的 所以其实分三段 这怎么做 其实你也可以先从Jungle的话 所以第一个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放到Jungle里面 特别注意有几个原理原则要注意的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放在View里面 也就是说这段这些程式将来要放在Views 当然Views它要被执行 你必须给它一个UIL 那UIL特别注意 我这边1我先切UIL好了 那我要给它一个网址 所以我那个网址 我取名叫YouTube2 当然你可以自己取 其他名都OK 那后面的话逗点 就是你要执行哪一个 Views里面的哪一支Function OK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我也取名叫YouTube2 但是YouTube2名称目前不存在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将来你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把这个再复制上来 放在哪里 放在这一边 因为那个买APP里面有个Views 当然如果第二步骤 你要记得在Views里面 也把这一段 有没有Function 那个YouTube2如果不存在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来改 这个这个比较快 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改成YouTube2 然后Request都一样 Enter过之后的话 接下来请你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写的程式 一上面的Import部分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Views里面的最上面 因为这个规则其实跟那个我们在Python一样 一定要放上面第一步 那应该没问题 第二步的话 我们再把我们刚刚写好的程式 就是 第三行以后的把它复制一下 Copy一下 放在Views的这个 我们刚好建一个Function 名称叫YouTube2 然后一样Request 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贴上去之后呢 请你把这边按一个Tab 因为它一定要下一阶 那基本上的话 只需要再改一个地方 程式就写完了 哪个地方呢 Printer 改成什么呢 这个 Return HTPP的Response 把它改成 把Printer改一下 意思是本来是Printer到Console 现在的话呢 把它Printer到网页 OK 所以特别说 这还蛮好玩的 本来是Printer Console 下方 自己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把它Printer 到网页的话 变成你是一个Server 也就是任何装置 以后都可以被你这样Printer 反正前端不管什么装置 反正它可以连到Server 它做 它想要看这个影片的话 它只要Lockin进去 它可以看得到 而且这个装置 以后应该到处都是 所以以后到处都可能会有装软 那么多 哪怕它是一个机器人 你要去Check它里面的任何东西 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技术 可以把它完成 而且这些东西我想应该以后到处都死 不只是只有在电脑PC上面 Linux 我想任何装置应该都可以这样做 而且前提是 应该不算是复杂的技术 OK 不过它流程有点复杂 只是说做完之后把它Save了 OK所以URL OK 所以你Check一下URL有没有 有了 URL对应的这个Views 有没有 也有了 其实就是拿刚刚来贴 改一个这个而已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改这个地方 再来的话就可以Test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还蛮顺利的 刚刚其实只要在这边输入YouTube 2 不过我之前发生过一个问题 你没有加这个斜线 你没有 它会出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预购这个问题 如果你这样我看一下 这个会不会出错 它会自己补 可是之前我遇过一个状况 我因为习惯没有打这个斜线 Enter 居然发生错误 OK 很怪怪的 没关系 反正现在没有就没关系 加一个斜线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帮我load这些东西过来了 那未来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假设不是只有这个清单 比如说我们论坛里面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要看哪一次呢 看这一次的好了 等于是Jungle第二次上课的 那这边也有个清单对不对 总共里面的话有八段影片 如果我要变更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把它怎么样 这个例子把它改一下就好 这一段贴上 把它save一下 那理论上应该就会改成那个 上个礼拜的内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出现了八段影片 不过当然 还可以更好 就是我希望 可不可以再多一个清单 干脆就是怎么样 把我们历来上课的 总共有 这个应该是两次Jungle 两次Jungle 七次 应该八次 这个应该是八 总共十次上课把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下拉清单 然后当那个下拉清单 里面是要变动的时候 底下还有个清单 也会跟着变动的话 那会更好 它真的就可以当成是有点像那个 所谓的那个线上教学 对一个什么 基本的一个 这个一个模型 那再增加一些 可能互动式功能 或者记录它的上课时间 等等的相关 或者再给它帐号密码 比如login之后 它记录它登录时间 logout的时间 然后也许还可以加一些收费机制 比如说看多少时间收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汇款机制 金流怎么进来 对不对 那不就可以做生意了吗 网路可以开补习班了 对不对 可不可能 可能啊 为什么不行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做 对不对 你只要把平台建好之后的话 再把商业模式定义清楚 该怎么收钱 收多少钱 很清楚一目了然的话 慢慢你会员 再做一些行销 那些东西好的话 稳定的话 我想慢慢 你就会有一些收入进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 应该没问题 所以如果这些 所以我也很想说 把那个时事上课 做个十个清单 点一下 也许就很方便了 好来 画面先往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的重点 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 Python 转到Jungle 你会发现 初期的简单 但是 刚刚我们这种方法是用 Return 用HTTP Respont 用Respont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怎么样 直接把那个网页原始码 丢到Client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做法 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 就是用Templates 你也可以用Templates方法 Templates是丢什么 丢里面的那些相关的变数 也可以 不过好像我用那个方法 我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那个好像编码方式 会有乱码的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要确定一下 那个编码方式 然后 程式撰写好像也 Templates 另外它本身也有自己的程式语法 也就是在Templates 本身也还可以跑回圈 只是说 跟各位讲说 那种方法 我觉得 我自己真的又不太习惯 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可以写动态的 你为什么还要在Template写动态 所以 倒不如 我们就暂时用这个方法 如果你还有 其他的那种写法 你也可以稍微试试看 也许 把它try一下 也许那个变数丢过来 它也是一个 两个大瓜 但问题 我们可能会丢一个串列过来 那它变成 它要在前端方 帮我解析 那就是有点麻烦 倒不如我们在后端 把它处理完再丢出来 这当然也是各种方法 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我们就是把那个 这个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那个圆面基计算 所以早上有提到 下午的话是做那个 就是YouTube清单 把它写动态 本来是静态的 再把它变成动态的 OK 那刚刚呢 我有把程式码都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做的部分 练习看看 另外的话 这个清单 我们还可以再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改一下 改什么 改成抓其他网站的资料 包含什么 包含像一些即时新闻之类的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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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试看